健康同學會 同學會健康 歡迎參加五期健康同學會 好安德 今天我們要講的主題 我們常常跟這個 開門器件事有關係 對 柴米油鹽醬醋茶 我們說茶 柴沒講過 柴 柴是什麼 現在是瓦斯沒講過 米講過了對不對 米油鹽 對不對 醬沒講過 下次改天講一下 醬 醋 茶 茶也講過對不對 只剩一個大宗 那個叫做醋 醋 真的沒講過 所以我們今天要吃醋 對 我們今天要來吃醋 但是你吃得多還是我吃得多 男生吃得多還是女生吃得多 好 節目一開始 請潘老師告訴我們保健室電子報 現在我們大家都很注重健康 所以有非常多的人就買了一個檢疫的血糖機 在家裡面來測血糖 那我們知道這個檢疫的血糖機 上次我們健康同學會也講過 大概就是拿個小針 在手指頭刺一個小孔 擠出一點血來就可以測 結果這一篇文章很有趣 是日本順天堂大學的廣賴教授 他就做了一個實驗 剛好發表在這個糖尿病的一個照護期刊 他說如果說我們經常就是在吃水果的時候 會剝柳丁 會剝葡萄 會剝奇異果 因為奇異果你是切成四半 我們大概就是切成四半 但是你還是要把那個皮剝一下 因為皮毛毛的很少人在吃皮 弄完之後想說 心血來潮測測我的血糖 吃了這麼多東西測一下 結果發現很有趣的一個現象 就是說如果你沒有去洗手 只是用酒精棉片擦一擦的話 血糖會飆得非常的高 而這個血糖飆得很高 是假的 我一看到這個新聞 我覺得很有趣 我說真的是這樣子嗎 你看像臺灣現在目前 這個糖尿病的人口 一百到一百二十萬 美國都有兩千萬 所以如果說在家裡面 能夠自己測這個血糖值的話 對於了解你自己 血糖的控制是非常的重要 不過如果你測錯了 那就問題來了 好了這個廣賴博士很有趣 他就找了十位健康的志願者 然後就叫他們分別去剝柳丁 然後剝葡萄或剝奇異果 然後之後來測這個血糖值 不過在測之前他就用這個酒精棉片 幫他們擦這個手指頭 然後接著去量 結果你會看到實驗結果 如果說你是洗手後 就是非常認真的去洗手 然後你量出來的血糖值 這個是空腹血糖 是九十毫克每一百CC的血 這個是正常的 我們當然希望是你在一百億以下 不過正常人大概都差不多九十幾 那麼你剝完果皮後 這個擦了這個酒精棉片 結果沒有用 你可以看到剝了柳丁之後 是一百七 這還得了 這個非常的高 剝奇異果之後是一百八 更離譜的是剝葡萄 可以撤出三百六 這你大概會嚇死 因為我們正常空腹血糖 希望維持在一百一十以下 如果超過一百二十六 就判定為糖尿病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你如果剝完柳丁 剝完奇異果 剝完葡萄 通通超過 而且超過得非常的嚴重 更有趣的是廣奈博士說 好啦 你酒精擦一次不夠 我擦五次 用酒精棉片擦五次 結果效果一樣 全部超標 所以在這邊 我是要提醒大家 就是說我們在家裡面 在測血糖的時候 現在這個檢疫血糖機 非常好用 但是你剝完水果之後 看這個樣子 可能其他的都會影響 所以你要真正測之前 要去那個洗手間 去把手洗得非常乾淨 然後再來測 避免自己嚇自己 發現自己血糖很高 嚇壞了 什麼都不敢吃 其實根本不是 是因為手沾到了這個東西 造成的血糖增加 這以前我們都沒想過 沒想到日本人很有趣 發表在一個國際期刊 剛好被我看到 我再告訴大家 所以今天這個好重要 真的耶 原來測血糖之後 之前要搞得洗手 要先洗手 我們都以為用那個酒精棉片擦了 應該就乾淨了吧 對不對 至少那個部位是乾淨 又消過度的 沒錯 那我們吃這個糖炒栗子 那我不得了 你加500了對不對 而且擦54都一樣 對 它再擦再擦 還不如一次洗手 洗乾淨 所以我們要測血糖之前 對不對 一定要先去洗手 再來擦 對不對 再來擦 這真的很棒的資訊 這就讓我想到今天的主題 如果我們要喝到健康的好處 要不要先漱口一下 我不知道了 有啦 嘴中的酸檢質 比較正確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要 今天要講醋 對啊 你先吃一顆酸梅 然後再喝一杯醋 那可能沒味道 對不對 等一下我們再請你專家了 今天我們要喝好醋 好 趕快來歡迎 其他的來賓 那麼首先歡迎是 健康教育第十九章的老師 是北一大寶 建營養系 兼任助理教授 吳云朗老師 老師好 大家好 他的老師好認真 他每次只要是 上我們的課之後 這一集播出 他就會在Facebook 及時的留言 因為網友都會有問題 老師就會上線 這個回答 應該是 因為我們問的問題 畢竟因為時間有限 對不對 之後觀眾有很多很多的問題 當然也歡迎上 各位的部落格 對不對 潘老師也有部落格 你也有對不對 對 大家都有 我也有 但是沒有人來問問 今天一開始就有 門前車馬戲 好 這是壞話 這位有了 好 我們也六班的 網友 你好 嗨 大家好 也是又有我了 對 除了瘦瘦藥 大哥紅之外 他的這個太太 大嫂應該也是 大家很想見 你說瘦瘦藥是不是 我們今天的來賓 好 歡迎 好 健康 你看瘦藥帶來 大嫂的料理了耶 對 第二次的醋料理 等一下我們要品嘗 看看到底怎樣 好 我們是不是講醋之前 先來瞭解這個醋 什麼叫做醋 什麼是醋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醋的主要成分 就是醋酸 另外它含有少量的乳酸 蘋果酸 檸檬酸 琥珀酸等有機酸 那醋常常被廣泛的應用在料理上面 那另外就是說 有時候會當成這個養生飲品來使用 而且是越來越多 大家說喝醋是不是可以減肥了 非常多 我們還會搭上迷思 跟大家來做分享 對 以往我們去逛 對 逛雜貨店 通常醋就是一種 對 要不然就鎮漿醋 要不然就無醋 我們都是做菜的就對了 但是我們現在到大賣場超市 看到琳琅滿目的醋 蘋果醋 鳳梨醋 一大堆水果醋都跑出來了 那聽說那個都可以直接喝 或者是再稀釋一下也喝 一旦醋能夠直接喝 是不是太甜 我不曉得 等一下請專家幫我們解釋一下 不過倒是這邊有個問題 這個醋酸跟其他的什麼檸檬酸 有沒有什麼不一樣呢 有這個差別嗎 不一樣 檸檬酸它的分子有六個碳 醋酸是兩個碳 其他兩個是完全不一樣的 所以有基酸 那我們再看一下 這邊就是食用醋裡面 其實有分為三種 它製造方法當然就不一樣 跟我們當然喝到的就不同了 我們先看一下釀造醋 它其實是以穀物或果實為原料 那麼經過酒精或者是醋酸發酵 釀製而成 香氣 我們舉了解好像還蠻芬芳的 另外而且酸味溫和而且純美 像有穀物醋 就像米醋 玄米醋 玄米大概就是糙米 糙米醋 黑醋 烏醋 那果實醋 就像說用水果作為的這個醋 像蘋果 葡萄等等 所以釀造的醋 分成這兩大 一類是從古物弄來的 一類是果實的 像我們常常料理的這個 黑醋 白醋 都是從古物來的 再來就合成醋 又名化學醋 它是以冰酸醋為原料 加水稀釋之後添加佐料而成 味道是比較單調 而且是刺激的 那另外就是混合醋 也就是釀造醋裡面 添加部分的合成醋 就這兩個 就是結合就叫合成醋 那顯然是釀造醋 是比較好的 對啊 因為比較天然 一點點感覺 我這邊順便講一個 很有趣的一個 一個東西 就是說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拿到天然的 這些原料分子 不論是穀物或者是果實 它一般的這個糖 都是所謂的多糖 它不會是一個單糖 所以我們拿到這些東西的時候 我們要先做一個糖化的東西 所以糖化就是 把這些多糖類的 變成一個單糖 所以就是糖化 糖化之後呢 用酵母發酵 它就可以把糖轉化成酒精 這酵母菌就很厲害 所以酵母就有本事 把糖 單糖變成酒精 變成酒精之後呢 你才有辦法把它加入 所謂的醋酸菌 加入醋酸菌之後呢 它就可以變成所謂的醋化 也就是說變成所謂的醋酸 可是這個地方我要提醒觀眾 不知道觀眾想到一個 很有趣的問題沒有 你如果去買醋 非常的便宜 可是你買酒精卻非常的貴 那你有沒有想過說 我在工業化裡面 我其實變成酒精比較簡單 一步就到 可是我變醋卻要兩步 為什麼我兩步的 反而比一步的來的便宜 你有沒有想過這件事情 沒有 很有趣對不對 我告訴你 我告訴你重點好不好 我告訴你重點 我讓觀眾 我是順便機會教育 我是這個是機會教育 原因就是因為這個酒精 會造成人類的上癮 會造成酒癮 所以故意把它價錢拉高 故意拉高的 所以你在市面上任何情況下 買到的酒精 如果不是我賣酒給你那個 拉高價的話呢 我一定會摻東西進去 我一定把它變顏色 或變鹽加鹽 讓你沒有辦法喝酒的人 直接去買這個東西 所以你是說像一般的 國外的米酒 為什麼要加鹽的原因 就是怕你去買這種食品級的 因為我們如果說是吃食物 我們價錢要壓低 民生用品錢要壓低 但是酒精錢要拉高 因為我怕你去那個酒飲 或什麼我要限量 所以那如果說我把食用級的酒精 降低 那喝的酒拉高的時候 他很容易去買食用級的酒精 拿去當酒喝 所以因此我就要加鹽 或者加顏色讓它變化 讓你沒辦法拿去喝 或者你單純要買 它就價錢會拉得很高 原因是在這 這很有趣的 在所有的國家裡面 都會規定 在工業化過程裡面 酒精出來以後 一定要把它變成 讓你不能喝 要不然就是加錢 要不然就是加鹽 對...讓你不能喝 那真正你要買酒 要喝酒 它就裡面有非常多的 關稅在裡面 而且會有很多的健康捐在裡面 就是要照顧國人的健康 所以這個暴力是比較高 你是用心良苦 你知道很有趣吧 這以前你不知道 所以正常來講 我製酒精 反而比製醋來得便宜 所以其實要容易製造 對啊 因為我一步就到位 對啊 我一步就到位 可是我醋要兩步到位 可是你永遠不可能 買酒比醋貴 絕對不可能 沒錯 因為是民生用品 那吳老師我來問你 我們現在要講醋 那醋的好處到底是什麼 那加了醋酸就變成 對於人體有好的東西嗎 其實醋的話 本身的話 因為它的酸鹼度 雖然喝起來是酸味 可是它到身體裡面 會不會讓身體的鹼性提高一點 雖然它的效果 沒有像吃蔬果來得那麼好 可是你不要以為說 這個東西是酸的 然後喝下去身體會變酸 這是一種迷思 還有很多的 喝醋的好處 我們等一下可能會有些迷思 來繼續討論 第一個開胃 人家吃的是這個食用醋 對 那像我們沒有吃 就胃已經開了 胃永遠都開 像剛剛這道具 我就會偷吃 自己吃 好 助消化 然後就是控制體內的脂肪代謝 預防這個動脈硬化 還有預防高血壓 減少鹽的攝取 消除疲勞 是有助於鈣的吸收 潘老師是不是 幫我們簡單講一下 它真的吃醋 這六大好處 你最想問哪一個 他應該是這個吧 他是體育脂肪代謝 預防動脈肪 這個蠻有趣的 這個是這樣就是說 他們是把這個老鼠拿來 因為他們有做實驗 那因為人的話 因為我們如果把直接醋酸 放到人的胃裡面去 我們當然也怕 人的這個胃受不了 因為如果你酸性太高 而且你不可能 把量加到很大 所以因此我們就是做 在科學家裡面 就是有做這個 所謂的老鼠的實驗 他把這個醋酸 放到老鼠的胃裡面 然後去觀察 結果發現 確實可以降低 他脂肪的合成 跟動脈的硬化情況 但是在人類的部分 現在還沒有 還沒有 還沒有答案出來 還沒有還沒有答案出來 不過一般來講 在動物實驗 因為這個我們 在做實驗的時候 像老鼠是屬於鎳齒類動物 他也是屬於哺乳類的 所以就是說我們為什麼 就是先做老鼠 因為他就是他又便宜 他繁殖又快 而且他壽命也比較短 所以因此可以很快速的 就得到答案 但是你要再證明 可能要再做更高等的動物 比如說像狗 豬 牛 猴子 最後才到人 那因為做這個實驗室 他沒有特殊的必要性 因為我們要做到 那麼後頭的實驗 我們要花非常多的錢 比如說像我們做一隻猴子 一隻猴子進口價 我們就可能要好幾萬 而且養猴子的那個錢 就幾乎跟住星級飯店的錢 花費是一樣的 所以像我們在實驗室裡面 我們就幾乎做不起猴子 就要做猴子是很困難的 對 我們一般做老鼠 那你如果說以醋這種東西 要做到猴子實驗是沒有意義的 因為成本跟利益無法對等 因為你做出醋 如果能幫助人類這東西 沒有意義 因為醋的價錢實在太便宜了 沒有人去花這麼大的成本 去做一個沒有用的東西 你只有可能去做一個藥 這個藥出來是對人類的幫助很大 而且他的利率很高 所以因為有了利潤 他才有可能花那麼大的錢 去做這個實驗 所以你會瞭解說為什麼科學家 不去做這些實驗 原因是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可言 你一瓶醋才多少錢 對 我去做那個實驗要幹嘛 那可是那醋長久以來 大家都認為對身體好 可是也不知道 因為你動物實驗 達到這個答案 我們就已經大概知道 那至於是不是會 我老師老師老師 那個動物實驗是拿醋酸做實驗 不是拿醋喔 對 醋酸跟醋不一樣 對 所以他那是拿純的醋酸 那所以人的話 純醋酸沒有人在喝 對 所以如果說你能夠 試口性的話 會加很多的糖 對 然後會稀釋 所以你市面上的醋 是不是真的能夠減肥 是個迷思 用醋酸的角度來看 沒錯 他會抑制脂肪合成 是動物實驗 對 已經有做出來 可是問題是 加了太多糖 對 差不多 加了差不多一百CC 大概五十大咖 跟果汁啊 跟汽水熱量差不多 所以用這個熱量的觀念來看 我們食用的醋 到底是不是會減肥問號 對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 這就是琳琅滿目的 有釀造的 有合成的 也有混合的 如果我真要減肥的話 比如說我要喝哪一種 他這邊講 天然啊 無加糖 他就知道你會擔心糖 對 可是你自己會去加糖 因為他太酸了 對 你如果沒有加糖 就回來了 那料理到底用哪一種 又比較好 對不對 我們先進了廣告 廣告完了之後 再來討論這個醋的問題 比如說 他為什麼會開胃助消化 還會幫助疲勞 以及鈣的吸收 以及最重要的是 醋這麼多種 琳琅滿目這麼多種 我們要來超級比一比 對 歡迎回到五七健康同學會 剛剛在廣告時間才發現 原來大家都這麼喜歡 愛吃醋 不會 我以前不愛吃醋 以前完全不愛吃醋 因為我碰到醋 我就會 因為我覺得那個喉嚨 好像被鎖住一樣 可是後來被我太太壓著吃的 真的啊 他為什麼要壓著你吃 他一定覺得這很有好處 他說對身體比較好 什麼剛剛那個 那個博士已經講了 什麼可以減化我們的身體啦 還可以減肥 還一陣子給我吃醋豆 那個黃豆有沒有 去醃 去用醋去醃 那個醃製了之後呢 早晚各吃十五顆這樣 哇 還精心 早晚吃維他命以外 還有吃十五顆醋豆 吃了很長一段時間 大概有大概快三個月 然後我就跟他說沒有用嘛 這個東西吃了是沒有用 因為他說還沒有改變 生活習慣 所以我怎麼吃那個 完全是沒有用 可是我真的整整吃了三個月的醋豆 不是 他吃了沒有用 後來自從吃了我們健康同學 男人活力飲食就OK了 對 沒錯 搞得半天為大眾 你根本沒有對方向 就是嘛 對 我們剛剛講 有些蘋果醋對不對 沒有添加糖 那其實我剛剛有喝一下 那就是他味道比較香 就不會這麼甜對不對 對 當然 沒有加糖就差很多了 可是我剛剛是沒有甜味的 沒有甜味的 像我剛剛就請教博士說 像我們也去吃一個餐有沒有 因為套餐 他的餐跟餐中間 他會給你一點醋 去什麼爽口來幹嘛的 開胃啊 對 通常會兩到三道的醋這樣 那都很好喝耶 可是 對 我就問說 可不可以從口感去分辨出來說 這到底是那種合成醋 還是那個釀造醋 可以嗎 合成 我可以告訴你 合成以及加糖的果醋 相不相性是這樣 可是啊 我就是喝過那種 很純 很燒的 因為我喝過那個喝下去 沒有那種燒 燒灼感 所以我剛剛在請教博士說 是不是可以分辨的出來 而且應該加很多水 燒的會不會就是化學成的醋 就是現在很多的 很棒的西餐 前面有一道是不是 他一般來講 他都有做調和 就是說你比如說 像我們去那個bar 去那個bar裡面 他就會調那個酒對不對 他把酒調成不同的口味 喝起來比較順口 否則你單獨喝 某一種酒的時候 他都會很烈 所以因此你在飯前吃的那個醋 他一定調過 他如果不調的話 你絕對不會這麼爽口 太嗆了是不是 他不會是這個樣子 那醋主要的好處是 開胃醋消化 對 他開胃醋消化 然後他的原因是什麼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本身年紀大了以後 或者有些有腸胃毛病的人 他的胃黏膜 都一般是萎縮的 就是你其實上一回 在孫安迪來講的時候 大家如果記得 他是看口腔黏膜 對 你口腔黏膜如果退化的話 他就講說直接可以推論你的腸黏膜也退化 沒有錯 這確實是這樣 所以因為黏膜組織都很類似 當你的身體本身撐不住黏膜組織的時候 你全身的黏膜都可能退化 比如像我們年紀大了以後 不僅是腸道黏膜 胃部黏膜 口腔黏膜會退化 甚至包括尿道黏膜 陰道黏膜都會退化 你這種所謂的 不是很三味的醋 因為醋的話 他的他是 剛剛講過是CH3 COOH 他的PH值大概在五左右 四點五到五 那我們本身的胃酸是HCO 是鹽酸 他的酸度是PH大概差不多一到二 所以他酸度比我們的醋酸來得高得多 所以如果你本身有HCO 就有胃酸分泌很旺盛的時候 其實這個醋酸對你的胃膜來講 是Nothing 不算什麼 不算什麼 對 但是如果說你本身胃黏膜 我說的情況是這樣 年紀大或者本身腸胃不好的時候 或者你消化不良的時候 你吃一點點醋酸進去 他是可以幫助他消化 而且可以開胃 但是他對他的胃臂的傷害 並不弱胃酸來得強 你只要記得 醋酸的PH值是四點五到五 然後鹽酸的這個PH值是一到二 所以差距很大 所以他是弱 他是弱酸 對 醋酸是個弱酸 對 因為我是學化學的時候 我很懂這個 對 所以怪不得會開胃助消化 對 所以我會覺得說 像家裡我都會背一個 這個梅子醋番茄 其實他很簡單 他就是把這個 我們剛剛安德哥手上拿的蘋果醋 對 無糖的蘋果醋 然後再加幾顆我們一些化梅 然後我們現在有弄小番茄有沒有 然後不要太甜的小番茄 然後你看現在是當季的水果 會加一些柳丁 然後把它醃漬在一塊 那你在飯前的時候 其實他很助開胃 對 很好吃很好消化 然後如果說你吃完了飯 就胃脹脹的有沒有 你再吃一點 或者說拿它裡面醃漬的這個汁 它已經本身就是醋了 梅子醋了 然後再把它稀釋一點 弄點水當飲料喝 超棒的 這你自己弄的 對 對 所以你們可以試吃看看 我也會 就是把醋倒進去就好了 其實對 它很簡單 不會啊 然後我裡面還會加一點蜂蜜 增加它的頭感 好好吃 對 好棒 真的啊 然後你看它就吃起來很清爽 不會很酸 然後但是它這個就是說 我在餐前的時候 我可以有些小孩子有沒有 好吃 對 消化的那種感覺 讚 讚 李太太做的當然讚 我覺得碎乾番茄 真的是很好的合在一起 而且當然還有再加一點 加一點這個用程 因為你有擺一點那個酸梅之類的 對酸梅最重要 就有一點點 然後我還加一點蜂蜜 對 然後加 因為其實酸梅是有糖的啦 對 對 所以都不用加太多 然後一點水都不要加 所以說你可以直接把它那個 拿來當有沒有 稀釋當飲料給小孩子 有時候給他夏天做給他喝 而且我覺得吃完口氣 還蠻清新的 對 不錯喔 因為飯後喝一點醋 會增加鈣吸收 還有一些礦物質吸收 為什麼 對 因為我們需要 在酸性的環境下 能夠幫助那些礦物質吸收 幫助鈣的吸收 對 還不錯 這個喝醋的話還可以開胃 開胃也可以幫助消化 所以我們要趕快再細細的了解一下醋 所以醋我們剛剛講 釀造醋混合跟合成 那我們看六種醋品 它主要的成分 這也是我們可能大家常用的 我們看一下米醋的話 當然它的主要成分就是有高粱 米或者是這個糙米部分 像烏醋的話 就是釀造醋加上糖 鹽跟蔬果 那另外如果是壽司醋的話 可能是糯米醋加糖 鹽 這是它的一個就是調味料的部分 所以壽司醋主要的成分是糯米 對 糯米醋 然後再加糖加鹽 然後再加一些其他的調味料 那紅醋呢就是糯米 然後再加紅葡萄 紅醋是 這邊有紅醋 對 是不是 對 這個是不是紅醋 對 這個是紅醋 紅醋就用在哪裡呢 我們常常吃一些中餐廳 對不對 或者是我們吃一些那個 我知道 魚翅 魚翅湯 魚翅湯 我們都倒一點紅醋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紅醋 紅醋是紅葡萄跟糯米 所以它是紅的 它不是烏醋的那個顏色 不一樣的 對 另外果醋嘛 就是水果 像你看用什麼水果的 對不對 就是說 接下來就是用一個這個醋 然後當基底 再加水果 然後還有酵母 酒曲還有糯米蔗糖 另外醋品飲料 就是水果醋釀造醋加果糖 加果糖 對不對 這就是比較甜 比較甜 有的可以直接喝 所以這個就比較算是混合醋了 對不對 對啊 就是你喝到的 也喝到的飲料 喝到的飲料 它是飲料 沒有那麼嗆 講到那個水果醋 我知道國外有很多 那個所謂的私房 那個降膽固醇的配方 是用蘋果醋 它除了說醋生 其實有做出來 也是會抑制一些膽固醇的合成之外 蘋果本身的那個果膠 它會融出來 也會有降低膽固醇的功能 所以如果說要降膽固醇 我建議是 選的是那個蘋果醋 就像安德那種 沒有加糖的 無糖的還是有無糖 對 會比較好一點 可是這個比較嗆就是 比較嗆 可能要再稀釋一下 對 看個人 那我想問一下這個文應榮老師 你這裡 你看我們基本上 有合成醋跟釀造醋 這兩大類對不對 對 兩大類 那這兩大類是不是有什麼 這個辨別的方式 能夠讓我們變多 有啊 這邊有個表 我們再來看一下 就是說 剛剛潘老師大概有講了一下 那這個更清楚 就是把它列出來 就是說 合成醋跟釀造醋 你看它的顏色的話 如果說是釀造醋 你會發現它比較濁 沒有那麼輕 濁濁的 對 合成醋的話 你會發現它滿輕的 對 然後再來就是 你搖動一下 搖動一下的話 那釀造醋的話 它會有一些些許的泡泡 可是合成醋就搖不起來 很輕 太輕了 對...你會發現說 怎麼搖都不會有什麼泡泡 然後再來就是香味 香味的話 合成的話你會很刺鼻 那釀造的話 你會有果香或骨香 它沒有味道 會不會好多喔 對... 黑瘦 它這個是好像是米醋去弄 你看它的泡泡會很多 就是釀造醋 對... 然後這個是算比較... 是合成的 合成的 就是釀造醋 對... 你看這樣就是可以從... 當然相對這個價錢 應該是比較貴一點 然後像釀造醋的話 這是選米醋 就是超米醋 就是米醋 還有一點點還滿重要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如果是釀造醋的話 放一陣子它會有一些沉澱 因為它有一些酵母啦 還有一些它的蛋白質 然後如果說是合成醋的話 因為它是加水稀釋 醋酸加水稀釋的話 就... 沒有沉澱 沒有蛋白質 對... 可以這樣子來比較一下 釀造醋跟合成醋 對... 好... 所以這個基本上可能釀造... 這邊寫了 釀造醋 釀造醋 你是造樹我們還在這邊搖半天 釀造醋 他是釀造醋 他是釀造醋 那寫然這個可能就比較貴了 對不對 他這裡寫的是選米 對...沒錯 酸度4.3都寫了 可是老師我有一個問題 很多的像是家庭主婦 他們也都會分享 他們都會說 你只要買一瓶比較好的 就釀造醋 就當一個基底醋 就像我們講投資你有一個母錢嘛 你就這個當母錢之後 然後呢 然後就去分散投資 那同樣就是說 我有一個基底醋之後 我就我愛那樣 就像剛剛老師講的 像可以放蘋果 或者我像梅子 或是... 不是有放那個葡萄乾嗎 不是這樣是不是 也是一個很好的這種飲品 就是你自己來合成 對...我自己來合成 可以嗎 我缺什麼或我愛放什麼 都可以嗎 像我自己在家裡 會用葡萄乾去 用一些水果醋來 做這樣子的東西 這是老師的食堂 對... 因為葡萄乾裡面含鐵量高 然後它花青素也高 然後我們可以借著說 加一些醋 把那些有... 就是像鐵啊 或者是花青素 把它釋放出來 那這個的話就是說 平常我吃那個所謂的沙拉 我就不放沙拉醬或油醋 我就用這個放在上面這樣子 今天呢 我們另外一位男士呢 劉慶耀也有帶來 他家的私房醋 那你帶的是什麼呢 最主要是我太太她會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的清拆 都用汆燙的 對不對 因為川湯比較健康嘛 對 那川湯的青菜 你不能這樣子吃 這樣很難吃啊 對 我太太她會做很多的醬汁 我太太她對於醬汁 她有比較多的研究 然後像這個醬汁裡面啊 她可能有醋啦 有什麼其他的 她的一些... 這個...不傳之密 然後... 她不會講 因為我不會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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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會講 趕快... 你太太看一下 有麻油 有醋 對 然後有些許的那個... 我覺得應該是醬油 就是薄鹽醬油 對 然後好香喔 用這個東西 然後去沾它的話 那就... 這樣花椰菜啊 對 花椰菜就燙一燙就好了 對不對 應該... 那也是很健康的對不對 來... 好吃喔 這個是一種 來... 好 這個是一類 還有一個 那這個呢就是... 我講的全對了 都有 真的喔 我都有嗎 來... 鏡頭可以先拍他們吃的那個表情 然後再介紹一下 好 老師... 要做動作 好吃... 我講的味道都有在裡面是不是 好讚喔 但是健康的 謝謝 非常清楚 好啦 現在要繼續解釋 那這個你看那個... 這個... 這個就是... 應該是... 隔粉 那怎麼是你在介紹 開玩笑... 開玩笑... 那這個呢他會... 我太太也會搬一點醋 他用一些醋 他不知道怎麼做我也不知道 你是這個醋嗎 不一樣 不一樣 完全兩回事 但是呢我就覺得說 以前吃這個冬粉沒有那麼好吃 但是他這樣弄的時候呢 我覺得這樣乾乾吃 一點點啦 你就有很...很好的飽足感 而且呢是很開胃 他把它當作是開胃菜這樣 而且你吃到大嫂還有愛心在裡面 對不對 這個可能要請他們 來 要不要分一下這樣 我知道駿鴨為什麼 都變那麼健康 比我們還要健康 等一下 你看 那個... 他老婆都做這個 這麼健康他們的料理 真人照顧耶對不對 幾乎你太太的 全部的事業都這個 因為我是她的搖錢術 她一樣 她有加密 下次直接發他太累 不用發她了 對啊 我本來是這樣建議 我本來就說 請我太太說 你上去講 因為你講的 那個醬子怎麼做 我完全不會啊 他說 大嫂加一點糯米醋 然後還是有加了一點點的糖 就好吃 然後也有一點薄鹽醬油在裡面 所以酸酸甜甜 好好吃 好開胃 因為它的顏色沒有那麼淡 沒有那麼深 所以應該是薄鹽醬油 你回去問是不是看 大嫂對的話 請給我一個圈 所以下次真的我們要有第五位來比 對不對 李先生或者是 劉俊要劉太太 劉太太 對不對 可能禮拜更了解 真的啊 然後因為我以前對於青菜 這一類東西啊 我其實有一點 我以前是多肉少數的 但是因為他這樣子做之後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然後我就開始多吃的青菜 這是有幫助的 那我們先進一段廣告了 廣告期間呢 那個觀眾沒口福 我們就要吃一下 吃一下這個劉俊要劉太太的料理 那廣告回來呢 要告訴大家 還有很重要的醋的問題 對... 包括了 就像說 老師講說 它可以平衡我們的酸鹼脂 可是 如果我們在做醋的過程裡面 多放了糖會怎麼樣 是不是會不會了呢 對 糖要放多少 對不對 那是不是就 那我們就前功盡器了嗎 對不對 廣告回來最後告訴大家 歡迎回到五七健康同學會 安德其實我們在日常生活當中 吃醋大部分都是在料理 大部分呢 因為現在養生有用喝的 你看這一道就是糖醋 糖醋里肌 不是排骨 里肌 這是我愛吃的糖醋里肌 他已經偷吃三塊了 他已經偷吃三塊了 各位觀眾看這邊都被我吃掉 然後展示道具這邊都還圓滿了 還是完好的 那你看醋有這麼多好處對不對 對 開胃什麼 幫助消化 那變成糖醋里肌了以後 應該是熱量增很多了對不對 沒錯 它還會幫助消化跟開胃嗎 效果減少很多 對 可是真的是還是要開胃 你可以多吃幾塊了 變成你的里肌這樣子 對 沒錯 增加營養 但是你知道嗎 這個醋它有一個很大的幫助 就是說一般我們提胃 對 就是我們有些人吃這個料理的時候 如果味道不夠 他食慾不起來 尤其是很多慢性病人 比如說像糖尿病病人 他的這個味道提不起來 他沒有食慾 那為了要降低鹽的攝取 你又跟他說低鹽 低鹽 他說不吃 就是很不吃 所以後來我們 就是所謂的天然飲食裡面 就是說為了要讓你食慾大開 但是鹽又要降低 所以他就加上醋 醋下去這個唾液就分泌了 你就覺得好好吃有沒有 酸酸的 好好吃對不對 對 那你鹽就會放少 那鹽放少 所以間接對於糖尿病 高血壓的病人 是有幫助的 而且降低鹽的攝取 所以你剛剛的好處裡面 有一個降低鹽的攝取 原因是這樣子來的 沒錯 因為他提高了味覺 因為擺了醋以後 基本上他也算有味道 對 你看到沒有 他可以對於高血壓的病人 減少鹽的攝取 原因是他提高了味覺 所以他不是直接 讓這個鹽少吃 因為用了以後 不是沒味道了 他有那個醋的味道 其實他除了這個健康之外 我認為還有一個就是口感 因為我太太在醃肉的時候 我看他都會滴一些醋 因為醋他會軟化我肉質 所以說糖醋里肌 應該不是說只有說 但是我覺得那個醋下去的話 讓那個里肌更好吃 更軟 不過這裹了麵粉 我想這熱量肯定很高 當然會高一點 像我們客家的薑絲炒大茶 對 那也要擺醋 可是要擺對醋 如果你是擺那種有沒有 醋筋的話 就不行 很像 對 然後弄就不太好吃 我來問一下吳老師 那我們剛剛看那個好處裡面 也有一個消除疲勞 他為什麼會消除疲勞 就是看你其實 怎麼講 這疲勞的話就是乳酸堆積 我們看這邊有個手板 就是說如果說你平常跑步 跑很多或是覺得腰酸肺痛 很多都是因為乳酸堆積 對 那為什麼會乳酸堆積 就是下面這個所謂的檸檬酸循環 它的作用不好 就像一個輪子 沒辦法滾得很好 沒辦法把這個丙銅酸 在一些物質往下面滾 因為如果這個東西 如果說這個輪子滾得很好 這檸檬酸循環滾得很好 它會去產生能量 滾出能量來 對 滾出能量來 可是如果說這個輪子 滾得不好的話 變成說往上跑會堆積的這個乳酸 你會全身會覺得腰酸背痛 覺得很累 那剛好我們的醋裡面有很多 就是這個輪子裡面需要的一個零件 一些有機酸 像醋酸 還有一些蘋果酸 檸檬酸這些 所以當你喝一些醋的話 會讓這個輪子滾動會比較好 會讓整個循環往這邊走 產生能量 而乳酸堆積會比較少 所以你會覺得說好像喝了醋以後 感覺比較沒那麼疲勞 可是如果說你只喝一小口 或是怎樣 這個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概念 可是你是說真的喝醋 完全就不疲勞嗎 我覺得也未必 可是如果說每天可以喝一些醋 沒有什麼不好 可以多少幫助這樣子一個乳酸的 讓乳酸不會激 所以如果平常 潘老師補充一下 對 平常這樣喝呢 就是每天都是這樣 平常維持一段時間 會消除疲勞 就是會讓你的這個循環順一點 可是就是剛剛我講的就是說 你到底亮 或者是說你喝的方式 或是怎麼樣的話 不見得說你喝了一滴 或者是一口 就這麼神效 你這個循環就這麼好 這只是一個概念 就是說對 沒錯 喝醋會比較不疲勞的概念 是這樣子來的 對 潘老師來 我要講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就是這個圖形叫檸檬酸循環 所以必須是檸檬酸才有效果 如果是醋酸是沒有效果 所以因此如果是 如果是合成醋的話 因為剛剛我一開始就講 它是醋酸 所以是沒有任何效果 但是如果釀造醋 不論是果醋 或者穀物醋 或甚至合成醋 它可能都會含有些微的檸檬酸 所以當時你的代謝食物的第一名 是檸檬 因為檸檬裡面含有高度的檸檬酸 所以它才會啟動這個循環 但是如果你光喝一般的合成醋 是沒有用的 釀造醋裡面會多少 會有它這裡面像一些檸檬酸 檸果酸 要喝比較更天然的 對 天然的 但還是一個諾貝爾學家 發現的 沒錯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英國的 就這位博士 就是克列布斯博士 他在1953年的時候 以克列布斯循環 也就是檸檬酸循環獲得 諾貝爾獎 了不起 檸檬酸在我們體內 氧化成身體所需要的能量 過程裡面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那麼檸檬酸 它有助於消除體內的 焦性的葡萄酸跟乳酸 那麼身體疲勞的部分原因 就是因為乳酸累積所造成的 這位博士得到諾貝爾獎 對 那其實醋有三大迷思 沒錯 我們陸陸續續其實剛剛已經 跟各位觀眾透露了一些了 比如說一個 這個喝醋可以簡化體質嗎 那這個不是 錯 那當然是錯 為什麼錯 因為呢 人體 本來就有維持血液酸鹼值 平衡的機制 不是只靠吃某些食物 就能改變的 所以喝醋呢 並不能調整 人體內血液的酸鹼值 是錯 對 是錯的 這個地方我補充一下 我們現在要了解 什麼叫體質 就你在講什麼什麼東西 如果是像君耀講的血液 那君耀是對 因為我們血液的酸鹼值 是由呼吸跟腎臟在調控 而且拼死命 敵死的維持在七點二到七點四之間 動都不能動 也不能要調他 不能動 他只要一動就是急診 你只要簡化或酸化都是急診 而且是立刻送醫 幾乎就要死亡 幾乎就要死亡 因為那就表示你的呼吸系統 或腎臟系統出了大問題 他才沒有辦法拼死命維持在七點二到七點四 所以如果這邊的體質你講血液 我完全同意剛剛君耀的講法 但是這個體質還有很多地方 比如說我們的嘴巴的酸鹼度 唾液的酸鹼度 這個我們醫學是很少測的 對 比如說你的尿道的酸鹼度 我們也很少測 陰道的酸鹼度 你也很少測 或者是胃裡面的酸鹼度 我們也很少測 這些胃黏膜的萎縮 或者因為食物的這個飲食的關係 他是不是會有改變 這個沒有人知道 因為沒有科學家去做這方面的研究 但是甚至包括組織液 比如說是這個所謂的血管 跟血管中間的那個組織液的酸鹼度 其實也沒有人做 所以一直以來 一大部分的人 在西方醫學是不談這個 我們西方醫學只談 血液中的酸鹼值 也就是說體質之將血液是不變的 但是中醫或者其他的理論 他們談到所謂管腔內的酸鹼值 或者是所謂的這個組織液裡面的酸鹼值 這個我覺得是有可能的 那但是這個醋 就再回到一個更重要的 這個醋是什麼醋 如果是合成醋 也沒有辦法去簡化所謂的管腔內的酸鹼值 或者是這個組織液的酸鹼值 但是是釀造醋就有機會 就有機會 而且飲食中也不能說只有靠醋 來調整酸鹼 如果說你肉吃太多酸度就會高 那我覺得說你光靠醋 要來說來調整酸鹼值 還不如說多吃一些蔬果 還更有用 因為蔬果裡面礦物質很多 你要把你的那個 在這個狹窄的範圍 把它調稍稍減一點 還有比較可能 如果說靠喝一口醋來調的話 效果可能不大 所以不要期望一個東西 能夠改變 對 你整個飲食習慣 要配套要改變 因為有些人在大魚大肉之後 他就沒關係 等一下我喝一下醋就好 你看你吃一大片牛排 然後喝一小口的醋有用嗎 那也沒用 但是我這樣的話 喝醋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 時機最好的時間 跟它的份量應該是多少 有沒有你們這個營養學家的 這樣的經驗 有時機嗎 有耶 其實如果說如果你要幫助 譬如說你剛剛吃那塊牛排 然後你要為了幫助它鐵的吸收的話 當然就是說你吃完牛排 喝那個醋的效果會最好 而不是說吃完牛排 然後一個小時以後再喝那個醋 那所以我們吃西餐 在事前喝那個 應該是為了開一點味 然後口感比較好 那剛剛藥哥還問到說量 就是每天我們如果喝 是量造醋來講的話 那有沒有營養學的角度 沒有研究去說 建議說人家每天到底要喝多少的醋 來做這樣科學的研究 就看你自己的味的承受 那第二個就是喝醋是不是能夠減重 剛才也講啦 不一定 對 因為我們醋當中的醋酸成分 雖然經過動物的實驗 有抑制脂肪合成的功用 但是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人體的實驗 但是不要忘了 我們現在一般市售的醋都有含糖 所以在熱量上 如果沒有控制的話 你喝醋還是會肥 沒錯 廠商在這些都有標啦 它有加果糖啊什麼的 然後它裡面的醋量也不太一樣 觀眾朋友可以睜大眼睛來學一下 我們再來看明思山 料理的調味料 醋是比鹽好呢 剛剛其實潘老師也舉例了 因為有些生病的人 他可能胃裡面這麼好 你用醋去刺激 可是這就是減少鹽 那是不是真的是比較好的 那有沒有什麼不同食物 有不同的比較 這邊我們來看一下就是白醋 還有黑醋 還有一個鹽它的含納量 我們一天不能超過超過兩千四百毫克的含納量 就是從飲食中得到的 超過六克的鹽 那這邊是五克鹽的比較 鹽巴 這個大概多少 五克鹽大概是 超過二分之一茶匙 多一點 它就提供了那麼多 兩千四百毫克的含納 然後黑醋跟白醋的話是液體 那家裡如果說有那種涼池的話 大概是一茶匙 對 一茶匙 對 所以提供的鈉的量 黑醋會比較高 白醋會比較少 白醋又少一些 那剛剛潘老師有講說 因為醋本身有些味道 你用一些醋 然後來替代一些 這個加鹽的一個放的量 可以會讓我們的含納量減少 攝取 所以就會讓血壓低 所以這樣是可惜的 可是要注意 因為有的人還是很希望那個 還是很...很要那個鹹味 重口味 又加鹽巴 又加鹽巴 還有醬油 對 還有醬油 都給他放下去 這加一加就... 對 還是超過 那含量超過 對 所以你還是最重要 是訓練自己的 不要那麼重心的一個味覺 對 那除了這個部分 我還有幫老人家問的一個迷思 就是說 聽說對於骨質疏鬆症的老人家 你說因為 剛剛我們講說好處是 第六個是什麼 有助於鈣的吸收 對不對 可是他聽說也可以 對於鈣的代謝 所以他也有妨礙 所以說骨質疏鬆症的老人家 是不是不能喝太多醋 是真的嗎 有沒有這樣的說法 唐老師有這樣嗎 沒有 沒有這種情況 沒有 因為我們的醋本身 他就是剛剛已經講過 就是說他如果在飯前 如果本身腸胃道黏膜 比較薄弱的人 吃下去他就會胃痛 所以其實事實上 你也喝不多 但是飯後的時候 你醋下去的時候 是幫助他的食物的酸化 所以那個時候 其實跟胃酸比起來 他又是算不了什麼東西 所以其實整個來講 他只具備一個雙向調節 很弱的一個方向 他不是單獨一個人 能夠撐起一個大量來的人 所以其實不會有這個問題 所以跟骨質疏鬆 不過我這裡要介紹個小小偏方 大家看 這裡有一顆蛋 對 它叫做醋蛋 因為我們剛剛一直強調醋 它可以降低我們所謂的一個心血管 跟那個血壓的部分 那所以說在坊間 很多人喜歡把醋 400CC的醋 然後放一顆蛋下去 然後然後浸泡三天的時間 記得不要封蓋子 因為它裡面會有氣孔 對 然後三天之後 你會發現到 它的蛋殼就會軟化 然後就把它戳破 然後把那個膜拿起來之後 再放 就把它攪 要混合吧 那個變得混蛋就對了 把它攪一攪 對 醋跟蛋混在一起 對 然後就是飯後吃兩湯匙 而是我對於這個部分來講的話 我覺得很妙 因為我去問我兒子的老師 他真的在這裡 就是這個偏方 他已經吃了將近十年有 醋蛋 對 然後他是沖熱開水 他不敢這樣自己吃 就是兩湯匙然後沖點熱開水 他說有潤喉嚨 還有這個腸味道 他們老師有時候會比較緊張 那個會有一些腸躁症 他就覺得腸道蠕動不錯 對 那我覺得蠻好玩 我自己也試了一顆醋蛋 那我是也泡了三天 你這蛋怎麼這麼大顆啊 對 我也不知道 他們有放大 對 他醋 但是 你知道嗎 他的蛋殼是很軟的 所以你一搓的時候 他就破了 但是蛋殼最後要撈起來 對 蛋殼是一定要撈起來的 這樣子喔 對 然後他就把這個蛋有沒有 把它戳破 然後等一下 事實上還可以再泡軟一點 然後把它拿起來 對 拿起來之後 那個膜拿起來 所以醋蛋那個殼還在 對 然後他就是醋跟蛋混在一塊 那如果說大家 膽子比較大的人 你們試試看嘛 試完之後 在Facebook 我再有留言看 對 因為潘老師之前 你是聽說 生雞蛋 雞蛋對 潘有細菌 對 而且就是說 不建議真的蛋吃生的 因為蛋白有抑制生物素的 一個結構在 如果長期這樣喝的話 其實沒有比較好 我覺得也蠻傷胃的 對 所以你看蛋殼 是蠻容易 又酸又不好喝 所以你一定是要介紹 你不知道我們這個是要幹嘛 我沒有 就是說 有人在吃 這是迷思 這是迷思 所以其實我剛剛問的那個問題 大概就是源自於這裡 就是說你看 醋蛋殼泡久了之後 它又會軟化 都軟了 有些骨質素的人認為說 那骨頭啊 如果多喝醋的話 會不會讓那骨頭也變酥 這迷思 對 這也是一個迷思 所以大家不要這樣 迷思 所以瑞琳介紹就醋蛋似乎 對啊 大家參考一下 對 我說參考 那我們還有一點時間 我們來看看 道是料理上的時候 對不對 有白醋跟無醋 到底兩個功能在哪裡不同 好 我們看到 白醋它比較酸 那它功用是中和食物中的鹹味 去除魚肉類的腥味 還有是不是衣服弄髒 它可以漂白去除黴菌 這是白醋 你不要顛倒用了 那黑醋就比較香 那增加食物的風味 去除魚肉 它同樣是有這個去腥味的功效 那麼它是以糙米為原料的黑醋 具有妨礙的效果 所以這大概都是古物醋 算是釀造醋 對 釀造醋 對 所以黑醋 白醋 其實在料理上也是不太一樣 黑小姐 白小姐都各有這個 對 各有優劣 對 有的菜好像是適合用白醋 有的菜是適合用烏醋 對 好 提問給各位觀眾朋友 就參考 好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廣告回來之後 潘老師的小訂閱 歡迎回到五七健康同學會 好 我們也了解到 吃醋的一個好處 要怎麼選擇 對 各種明朗滿滿的醋 今天終於了解了 我們節目最後 請潘老師幫我們做 保健師小叮嚀 好 這個很重要了 你挑好處 希望你搖一搖 這個泡沫不容易消失 而且它的泡沫非常的綿密 不是大泡泡 是小泡泡 第二個是你簡單的聞一下 它是不嗆鼻的 不是像合成醋的那個嗆鼻味那麼高 因為它有很多其他的物質存在 有一些植化素 礦物質 另外呢 喝完後呢 應該要漱口 為什麼呢 因為太酸 怕傷害到發狼值 所以你漱個口 漱個口很簡單嘛 很難嘛 然後呢 如果胃不好 腸胃不好的人呢 不要在飯前喝 甚至少喝一點 或者是稀釋喝 這是胃不好的 正常人都沒有問題 正常人你就是大概飯後喝 沒有問題 最後就是說呢 一般的黑醋呢 它的含鈉量會比白醋來得高 高一點 要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 那潘老師你平常愛吃醋嗎 我吃炸醬麵非放不渴 然後我吃水餃非放不渴 白醋 黑醋 我一般是黑醋 白醋都有可能 不一定的 潘老師我是問你 如果你太太跟別的男人 走在哪路上 你會不會吃醋 吃醋 我現在已經過了那個年齡了 過了那個年齡 現在已經是金剛不壞之聲了 真的啊 很怪我們中國人 為什麼把那個jealousy 吃醋 跟這個醋弄在一起 為什麼 酸啊 我現在如果看到我 酸啊 濟度啊 濟度啊 很酸 酸溜溜的 你們男人看別的女人 我們女人心多酸啊 所以我女人醋要吃多少啊 真的 難怪女人的胃都比較不好 因為都要胃啊 胃窗口 胃子不好就換一個胃子 不會啊 它會開胃又幫助消化 對啊 應該很好 我要胃好的人才開胃 如果胃不好的人就會胃不好 真的喔